经过了几天夏威夷之旅 我所得处的结论就是 阳光与海滩 还有很悠闲的生活 既然如此悠闲 在这里住的人 他们又靠什么来生活呢 根据道友跟他们说 旅游业是包括开巴士 开计程车或者做渡游 另外还有酒店业 因为这里有很多游客 做侍应或者餐厅的侍应 他们都是靠小费来 叫做赚他们的生活费 除了酒店餐厅 有些自己做的小工艺品 大同小异 所以夏威夷给我的感觉 除了宣识以外 最重要是不怕门 而我今天放的那条影片 就是在3月17日 最后一个岛 叫做Cola那里拍的 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岛 叫做Cola那里 其实它是在Hero的另外一边 但是这些游轮 就不可以走在那些游轮碼头 所以我们在岛中间 就要搭到这些游轮碼头 就要搭到这些游轮碼头 现在我们坐这只游轮的救生艇 它是省钱的 不用在那里租人家的小艇 就是下游轮碼头 有钱 都不贵 而是学人家的細胞碼头 下面的游轮碼头 也会找到其他游轮碼头 但是我们在信任信典庆 也会购买到其他游轮 开始游轮碼头 就是例行的游轮碼头 然后是在天空妈妈 你现在就行 就是字幕上 你现在不是在棵里吗 这片子 就是Hawaii 裡面是雪糕,外面是冰 我先沒吃 七蚊杯 不好吃也要吃完 現在我們坐這隻橡皮艇 出去十六海里遠的一個彎位玩浮潛 一條箱子 後面就帳去 小長大鎮 放下 任何鎮 在外面 熟練 放下 老公 下面黑色一九九有刺的是海膽 不知道海豚为何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开心到杂杂跳 连银鱼都是 海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Janji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的夏威夷之旅已經全部完成了 但你不要轉台 下面那兩條片就是我的下錄片 你們看完才會關機 我以前戴泳鏡不是浮潛 是不用吸住鼻子的嘛 又沒有人教 那就是這樣吸收咯 這個是第二個鏡頭 你們聽吓那些吐氣聲就知道了 給我一個東西 喝多水呀 很好喝呀 快點啦 唉 唉 唉 笑咯 大家一起笑 就笑飽它咯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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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